大家好,我是小编 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目前针对糖尿病的中药治疗方法 已经在中药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但需要强调的是 糖尿病是一种需要正规医学治疗的严重疾病 我们不单单只能依赖中药治疗 如果你被诊断患有糖尿病 大家一定要遵循医生的建议和治疗方案 而且大家同时间还可以利用中药食材 来作为辅助治疗作用 那么有什么中药可以治疗糖尿病呢? 来跟小编了解一下 一就是苦瓜 苦瓜被认为可以降低血糖水平 我们可以将苦瓜切片或者切碎 用水泡汁然后饮用或者使用 大家也可以直接将苦瓜片加入菜肴中 翻炒一会后直接使用 这样就可以起到降血糖的效果了 再来就是黄芹 黄芹是一种具有免疫调节 补气养血作用的中药 在中医治疗糖尿病时 黄芹常被用来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力以及帮助调节血糖的功效 此外细心 细心具有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调节免疫功能等作用 在中医治疗糖尿病时 细心经常被用来帮助 帮助改善胰岛素的分泌和利用 从而起到调节血糖的功效 此外 五味子相信大家都知道 五味子被认为可以增强体质 调节肝肾功能 改善胰岛素分泌和利用 从而起到调节血糖 除了这几种食材以外 小编还要推荐大家一些中药食谱 也被认为可以帮助治疗糖尿病的 一就是银耳莲子汤 大家可以将银耳和莲子一起熬煮成汤 就可以帮助滋鹰降火 润肺子咳 起到降低血糖的功效 第二就是木瓜炖血蛤 这两者一起搭配 可以帮助补肺益胜 降低血糖 以及增强免疫力 此外 如果大家都比较难找这两个食材 那么大家可以利用红枣山药 我们将红枣山药一起熬煮成汤 也是可以起到补气阳血 降低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 希望这三款中药材食谱 大家可以每天适当的使用 但是小编在这里提醒大家 中药材食谱只能以辅助治疗为效 大家也一定要得到正规医学治疗 每天准时的使用降血糖药 这样才可以事半功倍呢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今天小编所分享的降血糖的食材 大家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明晚见